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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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一线文化路 丰收村牌楼 大明南路 及大雪路路段 都是车祸频传的区域 警员也表示 他们会加强这些路段控管 那它可能发生造势原因 比较多就是速度车速过快 或是没有遵守交通号制 或者是没有注意前面的车子这样 然后这样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我们派出所都会不定期的在 那个大雪路跟三直角那个路口那边 还有大雪路正大路口 那附近还有甚至南华路段 做一些交通取缔的动作 近日在丰收村牌楼旁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伤者伤势严重 又衍生至失明 伤者的朋友也因为此事而有所警惕 呼吁大家驾驶汽机车时需特别留意 事发路段大概是在丰收村那边的楼牌 那边 然后就可能它精神不济的话 那加上车速过快 然后一个没有注意就装上那个电线杆 之前就是会骑到六十七十 就是没有人的时候可能会骑更快 然后现在就是会骑慢一点 记者现在来到的地方是 民雄车祸事故率前三名的路段之一 台一线民雄路桥 由于车辆过多民众为了转弯强快 而为遵循交通耗制 因而时常发生车祸 而在民雄路桥旁修护厂老板许荣峰 二十几年来目睹了数场车祸 他说 在这附近的路口发生的车祸 其实最多的都是那个 要转弯的车子 跟执行的机车 发生的车祸比较多 驾驶系机车的专注力必须足够 否则则会造成损害 而骑乘机车有如肉包铁 一旦发生事故 常有汉事发生 因此行车安全不可不知 我们警方在这边要呼吁民众 就是有些民众 开车或者骑机车的时候 比较不专心 类似他们开车的时候 有可能驾驶边用手机边开车 或者是骑机车的时候 有些人贪图方便 会把手机直接放在安全帽 跟耳朵中间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都会导致不专心 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 就是更容易死交通事故发生 行车安全需你我共同守护 因为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中正一报 沈云贤 黄群秀 嘉义民雄报导 推广嘉义的轻蜓运动 日前嘉义县民雄国中轻蜓队 在全国青年杯比赛获得亚军 让嘉义人开始注意到轻蜓运动 那个刚开始比赛的时候 那个就很紧张 然后可是越打越后面的时候 就发觉还蛮好玩的 然后就靠着团队 然后就打入了前二 第一次结束蜓蜓的时候是在一年级 我是二年级 然后是三年级 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最怕就是翻船 因为我们刚进去那时候是冬天 会很冷 对哦 这是冬天 我第二次就翻了 推广蜓蜓活动的主要工程 是中正大学范房系的林明杰教授 同样身为独木洲际蜓委员会主委的他 赞助民雄国中六艘蜓蜓表示支持 十七八年前在美国密西根读书 礼拜六日都看到那些汽车 然后上面架着独木洲 可以说是他们的国民的休闲之一 我们国内好像没有很多人在推这样子的活动 很想说只要一回国就开始来推这样子的活动 当初成立蜓蜓队是因为 这个中正大学林明杰教授 那他也是我们蜓蜓委员会的主委 因为我过去也是蜓蜓选手 他以庭委会 然后水域休息贤会 以及他父亲的名义 那共同捐赠了这一批这个蜓蜓给我们学校 找到学校里面有医院参加的同学 然后一起成立这个社团 除了让嘉义民众注意到蜓蜓活动外 独木洲际蜓蜓委员会还计划从小学连贯到大学 培育嘉义县的青体学手 国际化 想为国手 一半吧 就有梦想想要当国手 就想说要问哪一所高中 后来他们也建议说是不是从同级高中 我就也捐了一批船 也是六艘船 也是放在那里 那他们也开始练 他们是社团性质 那民雄国中还是体育班 那所以希望说我们嘉义附近的国校的学生 如果有兴趣 其实可以来这里一起加油 在这个蜓蜓的活动上面 而且我也希望说慢慢能够从国校 国中高中大学来体验一下 很好玩的户外的独木洲 透过独木洲际蜓委员会的努力 让台湾可以看见嘉义蜓蜓活动的崛起 更可以让更多嘉义人有机会接触到蜻蜓这项特别的运动 中正义报 黄丽玲 李一珍 嘉义民雄报道 为了将资源集中 人力分散 劳动部于今年4月取消了劳动检举奖励金 取消的话是说 在整个政府的能力的一个运用 基本上检查能力是有限的 那所以因为检举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比较偏重于小型 或是短期性或临时性的这些工程 那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整个人力 运用到这个比较高风险的这些工地 去做一个这个检查 民众的检举有高达七成的案件 店家确实有违规 奖励金取消后 检查的效益目前还无从得知 实在书的意思应该是说 虽然这个通报 就是检举的取消 可是他们的所有的劳动检查的量能是不动的 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检查了多少场次呢 现在仍然会做 这一次的奖金取消我个人不是非常的赞成 那因为就全民督工来说 他还是能够发挥他部分的一个效果 而且过去看起来效果可能还是不错的 高风险产业优先检查外 落实各项产业的检查 才能保障劳工权益 安全卫生的检查员长期这个数量不足 是我们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 无论有没有检举奖金如意不法业者 还是应该勇于检举才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中正一报 陈又轩 林场志 嘉义综合报导 嘉义市的加油铁脑道旁 有一个集会所叫做烂美收斋 是由当地的志工代理 常常在假日时举办活动 除了能够当一日农夫 制作佳肴 当当地民众以及观光客 有机会体验农人的辛劳之外 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在地 欣赏异常的能力 而且要走 来内收斋位在加油填马道旁的 红瓦措社区集会 提供社区籍守望相助队活动使用 由志同道合的里民组合而成 市场举办体验活动 让民众参与 体验大自然 所谓施工就是教导他们 那个一个民众 他从一个种植 开始他们了解说 一个种植的过程 然后他种植的过程 当时都知道说 这个不能加农药 这样吃了 对我们自己有健康 然后他们体会一下说 这个农夫在种的 那个的辛苦度在哪边 相对也可以教育到 将来的下一代农药 周日登场的假日农夫行 带领民众下田当一日农夫 并运用大自然素材 制作美味的佳肴 在享用美食的同时 也享受大自然风光 像今天我们就是 请他们去 去他们种植 体验那个农村的生活 也让尤其很多 那个小孩 大人带小孩 也让他知道说 农夫都辛苦 最要感谢这是红瓦厕的 整个全体的工作团队 感谢他们的辛苦 让我们以这种机会 可以体验 做这种披萨DIY 还有又是一些植物啊 还有农夫 他们辛勤工作的 一些情境 志工多游在地园组成 对社区有深厚的情感 也因此想把家乡的美 推广给大众 我觉得说尽自己力量 多少位社区服务一下 我66年就搬来这里 蛮少的 对社区的一些的发展 也是蛮清楚的啦 目标的老了 也是在这边 当然是帮忙能够营造成 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在繁忙的日常中 Lanay手宅提供了一个 放松休闲的好处处 假日空闲时 不妨来这走走 体验独特的自然风情 中正一报 潘家院五五轮 嘉义市报导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李博士文 接下来为您收到的是 本期的人文 请小人之后 嘉义市市是 不小学者的资源 在最经济市 和嘉义和小学生的课程 想要不要到 去中章相伴 请便 以后自己的阶段 整齐交通机 无法利用 至此完成他们的梦想课程 他们透过课程 先入了解消息 也是最多问题的方法 带你们一起来看看 嘉义市市闲国小附设幼儿园 在最近进行 嘉义梦想地图课程 一共票选出 铁道车库园区 中央温水池 嘉义公园设日塔 等三个最常拜堂的景点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嘉义梦想地图 对 那我们就有 根据我们嘉义梦想地图 开始做出发 那一开始是 先带小朋友认识学校附近 让孩子能够结合他的生活 从他的生活经验做出发 我们探索完那个 从我家到学校的 学校附近地图之后 我们就会发了一个学习单 然后请孩子去跟 请孩子去跟家长们讨论 那学习当回来呢 发现孩子最想要探索的就是 设日塔 然后票选第二名的就是那个 喷水源环 然后中央喷水池 然后第三名就是那个 铁道车库园区跟快一生活村 小朋友们靠自己的力量赚取搭公车 已经参访了费用 并且将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作品 在校园内一买 希望能够小朋友他们靠自己的能力 能够去做公车 小朋友觉得他们会画画 会做杯垫 然后会做袜子娃娃 所以他们决定买这些东西 买这些东西 然后看能不能有客人上门 可以给他们赞助他们的公车钱 其实也很感谢学校的行政团队 跟学校的老师 很赞助很支持 那小朋友其实一受到这样的鼓励的时候 他们反而更努力在创作商品 因为我们有认真做 认真做我们就不会累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搭公车的体验 也透过当小记者来深入了解家义 并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 想请问你们自己第一次赚钱 然后搭公车感想是什么呢 好玩 因为想要再重复 把原本的开心找回来 因为他们在公车上其实还有访问司机 说这台公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实际去坐公车 只是在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做学习 生活及教育 就是其实教育可以连接生活的经验做出发 那是孩子就是带得走的一辈子的经验跟能力 此课程结合乡图教育 美感 品格教育 身具意义 让小朋友能在快乐中学习 中正义报 宋映轩 刘依林 嘉义士报道 由中正大学学生会举办的中正大声工系列讲座 于4月25日展开 为期一个月 请来不同的讲师分享非主流社会议题 希望说可以藉由这样的一个讲座 然后去碰触更多社会议题 然后让同学们就是没有了解过的人 会因为这个讲者 或是因为这个题目想要了解 而进来了解跟关心这个议题 不管他听完之后 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议题的立场 我们都非常乐意就是有更多同学 看见这些议题 然后去思考 4月25日当天 中正大学校友朱家安先生和同学们分享 歧视言论的定义 引起学生反思 人不止歧视同性恋 人歧视云住民 我们也歧视移工外劳等等的 所以我认为 台湾社会如果可以有一个 关于歧视言论更准确的理解 那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在讨论各种 歧视言论争论的时候 可以更容易地进入焦点 了解这些歧视言论 它之中的内涵 或是它可能带有的一些意涵的话 你会更认识到 什么样的东西是歧视言论 你会更小心并且去注意到 你是不是也有带有这种刻板的印象 然后期望是去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学生会为了找出同学们不熟悉 但会感兴趣的社会议题 花了不少时间筹备这次的活动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前来关注 希望它的主轴是社会议题 但很多社会议题对同学们来讲是比较声音 或是看到题目就比较不会那么想要去触碰的 我们会尽量说把这些主题是可以更贴近同学 同学会愿意来听 对我们来在设计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中正大声工》接下来会推出司法改革 方言保留与校长有约等等不同的讲座 同学们可以多加留意主动参与 中正医报 蔡晨豪 肖知慧 中正大学报导 中正大学为了让情况不变的同学伤口能更便利 以更换而言求保抵这项签 只要带着医生者组织与校斗 最后能相关证明 也能获得维持一个礼拜天的时空行证 这样的规定虽然能照顾情况不变的同学 但有些同学圈来用后会归 影响而成汉的权 中正大学提供机车入校许可给行动不变的同学 只要提供医院证明以及驾照等相关证明 便可申请以车代步的这项便利 学校来讲的规定就是说机车不可以进校园 因为为了大家同学的安全 那因为同学来讲受伤了 如果要申请机车进校园 基本上来讲我们是要医生证明 那如果没有一级医院的证明 学校有个卫保组 在礼拜二礼拜四同学都可以过去 只要卫保组发出的那个医生证明 我们也接受 所以基本上来讲 除了医生证明之外 学生证 刑照以及驾照 四样东西过来我们车馆 填表 然后申请 只要规定符合 我们都会发给同学呢 临时不变的通行证 学校虽然给行动不变的同学这项便利 但不动使用或违规 像是骑太快或违停都会造成其他同学的困扰 同学常发生的违规大部分都是乱停 那再来就是说违规使用 那再来就是超速 这是一般比较常看到的 那另外像一些毛病来讲 像未戴安全帽 或是说超债 或是拿来债货 都是有时候也会发生 临时通行证到达期限时 行动不变的同学 除了重大手术或车祸的原因 延长申请需要准备 学校内卫生保健组的证明 我的上市大概要一个多月 到两个月才会好 但是车馆中心那边只愿意 给我一个礼拜的 就是使用机车的时间 他说如果你要延长的话 必须到就是卫保组 然后再开证明 可是卫保组 开诊时间没有很长 大概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 两点到四点而已 可是这个时间 大部分学生是有课的 对所以造成我蛮大的不方便 所以我希望说 就是看之后车馆中心 可不可以放宽 就是让就是有行动不方便的同学 都可以在外面 拿到证明之后 然后不一定要是卫保组开了证明 也可以做延长的动作 临时通行证让行动不变的同学 可以骑机车上课 带给他们便利 但不动使用便会造成他人困扰 遵守临时通行证的使用规范 维护你我的权益 中正医报 张一芳 黄韵佳 中正大学报导 花语经常代表着各式各样的祝福 为在嘉义市的一家青年旅社 透过所工干燥花 延长花旗 将这些祝福好好的保存下来 我们在山上有自演农场跟民宿 那在2014年的时候 就是说在嘉义这边想要找一个新的店 那觉得说嘉义这边的一个自由型的 风潮还蛮盛的 大家都上阿里山 那台湾的人的话会到 就是流行到市区郊外去走走 那时候走走的部分 青年旅社当我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典价 那就是很 就是比较没有注重品质的 那我们希望可以像家一样 可以很安全 很放心 那像朋友一样 可以在这边交到好朋友 一出去玩 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更有特色 一些花朵希望可以让大家放松 所以我们就从山上农场那边 刚开始只是把山上农场很多的花卉都搬过来这边 那之后希望能延长这些花卉的寿命 那所以之后就开启了干燥花的部分 除了贩售干燥花之外 店家也提供手工花艺课程 让民众可以一起融入他们的花花世界 手作课程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刚开始没有开 那只是说大家来看到这边 看到这边作品 然后觉得说很想做 是不是说像花球好了 他们觉得买回去之后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很想要做 就是有没有DIY的课程这样子 然后所以才又开启了我们 就是说其实我们跟客人 之间是有相同的 互相想一张这样子 就很特别啦 像今年的话就是比较流行干燥花的这个部分 那就想说来这里就是感受一下今年的流行的趋势这样子 也是会想说来学一点就是干燥花的一个作品 对 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透过干燥花带给民众放松的感觉 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希望嘉义外流人口可以不要那么日益严重 那甚至可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愿意回到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感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我们嘉义这块土地来住 一些就是靠自己兴趣的两种事情 那可以有更活力这样子 充满花朵的旅舍带给旅客梦幻的归宿 更用花香展开旅人们旅程的每一天 中正义报正任佑旅孟佳嘉嘉义士报导 你有多久没有亲手写一封信了呢? 母亲节将近邮局提供了免费母亲节贺卡 邀请大家一起将感谢寄给妈妈 4月30号之前我们提供明信片不用贴邮票 然后要把上面的地址姓名还有电话写上去 然后写妈妈祝贺雨交给我们邮局窗口 4月底之前会把它寄到我们行销那边摩柴 他有分三段时间如果说5月1号到5月4号要贴邮票 但是也可以摩柴如果过了5月4号以后要贴邮票没有摩柴 这是由我们嘉义邮局行销可来办 行销很重视这次的活动 现在学生已经习惯智慧时代的电子传讯方式 9月底拿起笔亲手写卡片 是一种更有温度的感情表达方式 因为现在是一个医化的社会 所以很多学生甚至像我这个年纪的都不一定有常常写信的经验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嘉义邮局举办这个手写传情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而且是针对在母亲节之前 然后可以给母亲一个特别的惊喜 邮局就是提供这个免分大家写卡片的活动就是还蛮贴心的 因为就是大家就是可能还记个信就是可以随手吧 就是想要对妈妈表达的心意就是顺便传出去这样 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 比我上一次自己手做卡片真的是非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点不习惯 因为会觉得有点小肉麻 一年就是难得有一次可以谢谢他 当然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 可是就是个人就是觉得宣传比较不够 就如果说没有特别去关注的话 应该是不会知道邮局有提供这个服务跟活动 母亲节即将到来 路过学校邮局时不妨走进去索取卡片 将对妈妈的爱和感谢化为文字 在这五月佳节让妈妈感受到温暖和感动 中正医报 王秀金 陈玉婷 中正大学报导 这就是本期的新闻 在节目的最后带你来看 CC杯子球赛的状况 感谢您的商量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